討人厭 第二個討人厭就是 音響很可愛 講討人厭 討人厭 你怎麼直接講討人厭 討人厭 他就說 就他 他這麼年輕美照 你聽這種人是噩夢 是討人厭 很多中年人都這樣子 好可怕喔 無病身癮我最會 咪咪 周遭其實也是會有類似這樣的 因為像我們之前 就前任就會流行就是出 就是大家一起去運動 然後就是大家就姐妹 就報名參加什麼皮拉提斯 那就相約 因為就是大家就家長們 可能就會有 可能大概十個 因為有時候老師開課 他會有限人數嘛 然後我們大家就 就是揪一揪十位這樣 因為那個大家也很搶 那就行老師來那個上課 然後但是其中有一個朋友 他其實就是 一開始去個一天兩天 就發現他怎麼到 就是開始說 我那個我今天家裡寵物有問題 我要大家去看醫生 然後後來又說 就沒 就是大家就是想說 怎麼又沒有來上課 就是大概十次裡面 大概有七次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藉口說 一下要接小孩 或是誰誰誰又怎麼樣 他要處理啊 然後他老公又要叫他幹嘛什麼的 那就變成他就沒有去 可是因為大家是一個團體 就是會有很多 就是有些人就會有開始講說 這樣子他沒來 我們就要幫他分享他的那個 課費用 因為大家這是講好的 因為可能我們是三個月一寄嘛 那可能大家就是都是 學費可能是比較 一次就可能一萬塊兩萬塊這樣子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都要cover他的那個費用 可是又有很多其他的人 家長想要進來一起上這個課 但是真的後來有一次那個主揪人 就真的覺得說 你真的來的頻率太少了 而且真的就是很多人都要cover你的費用 覺得很不划算 當初就是因為大家可以分享 然後覺得這樣子運動不起來 大家比較放鬆沒有壓力這樣 然後大家就直接說 那你乾脆就不要來了 結果大家就 主救人就直接很生氣 就把他就是踢出去 如果真的臨時有事 真的無法出席 可是人家已經算你一個人頭 我就會說 這個我的份我還是先給你 那如果你找到人替補的話 那你再還我沒有關係 沒有也沒有關係 我就去 我還是出這樣子 還有一種更沒禮貌的 就是說 沈哥 那個下禮拜六來你們家玩 好 我就告訴我老婆 那再怎麼樣 你總是也一直要張羅東張羅西 煮點菜幹嘛的嘛 他臨時跟你說不來就不來 然後你問他為什麼沒來 那個應該沒關係吧 因為 這種人很奇怪耶 就這個人很沒禮貌這種人 我老婆起早 我老婆告訴我說 下次不要再約他了 對啊 忙東忙西 下次他要來也就不給他來了 謝謝 拒絕往來 對啊 我老婆在那邊洗水果 然後在那邊弄水餃 搞東搞西的 可是他這樣講也沒錯啊 但是他的用詞不好 他如果是委婉的就講說 很抱歉 那一天 可能我真的氣的是 他連藉口都不編 對 他起碼說他 起碼說他 攝護腺肥大 我都信 你是他暗指 暗指是那個學 他就說他不來 算怎麼樣 也應該送個什麼蛋糕啊 花啊什麼 謝謝你們 那這種私禮的人 還真的到處都是 不分年齡的 不是只有小孩才會這樣 老人也是會這樣 就是一種很奇怪的白目 還太熊 不幸運那還太熊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這樣 這兩種人啊 我們在心理學上 都會有一個名詞 說他是想要尋求助意 就希望你注意我 他說 那這個注意是不好注意嗎 因為我就會討厭你嘛 大家不要一直以為 關心就只有一種 我討厭你 我是不是正在看你 對 他需要你的矚目 我討厭你也要關注你 才會討厭 對 沒錯 所以還有一個更高深莫測 大家如果可以聽懂就聽懂 聽不懂就算 高深一點的就是說 我想要藉由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們應該要很討厭我 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沒有討厭我的話 那就表示你們也可以 接受這樣的我 是真愛 他是一個很複雜高階的操作 你想要注意聽 因為他最近 遇到一些人際的糾紛 對 我最近有 有一些這個狀況 然後我想要證明 就算我這麼爛 你們還是離不開我 你們還是需要我 那他是要測試 我們的底線的意思是嗎 對 沒錯 就是測試嘛 為什麼別人都可以 別人都不行 別人抓到去 去誰誰家 然後說要去趙哥家 要去誰家 我都一定要到 我跟你講 玉琳哥現在 我說要去 我可以不去 對 有一種人他們還會說 這個是叫 我在做我自己 對 我為什麼不能做我自己 到處跟人家炫耀 你們知道嗎 世界上只有玉琳哥的家 我敢說不去就不去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他獲得了一種 有什麼了不起 對 就是除了那個水果啊 蛋糕 然後更重要的東西 我有遇過一對情侶 那男生是 這對男的女朋友 男生是我一個 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有一天他就是 半夜打 差不多12點多 快一點吧 他說總共晚 他說兄弟出來喝 然後我就出去了嘛 他就說 他就 一坐下來就 就是兩手那個台皮 一直喝一直喝 他說喝啦 我說你到底是 為什麼要一直喝 他說就我女朋友啊 我要花時間照顧 他我就說你這個人 女朋友不是要照顧的嗎 不管是怎樣的 他說不是 他有點誇張 我說有什麼誇張 因為那一陣子呢 他女朋友剛好確診 但他確診之後呢 他時時刻刻都要 我那個朋友 送餐去給他 那這可以理解嘛 因為他要出去 要買東西這樣會 沒有 很麻煩 結果這樣子一送 那就習慣了 他確診卻滿久的 然後後來才 而且他不是送去而已 他那個是病毒鬼上身 對 不是送去而已 他送去之後 還會跟他說 幫我拿上來 幫我拿上來 然後幫我拿上來之後 他會說 那你要幫我拿到桌上 筷子呢 那沒有湯匙嗎 我要怎麼吃 那女朋友也是有手有腳 我想要做這件事 他就是想測試看看說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 你是不是愛我 你可不可以這樣對我 然後時不時就會覺得 這裡痛那裡痛 而且那女朋友也是真的 他不是無病喔 他可能真的 他真的很真的有病 他認為他自己有病 他可能真的有病 我們可能還沒有檢查出什麼病 所以或許兩位陳醫師可以知道 他就是 我們常常出去的時候呢 他其實很喜歡跟他男友 溺在一起 那個女生 然後我們一群人 可能有時候聊天 就會跟他男友一起聊天 然後我們在那邊喝酒 什麼之類 然後 那個女生就被晾在那裡 所以他就 是真的昏倒喔 真的昏倒還是把自己 送急診那種 確定了一下 不是眼的昏倒 是真的昏倒 就是把自己氣到昏倒 去急診 那一定醫師就會 就各種排檢查嘛 然後 到最後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是真的昏倒 然後有時候可能就打營養針 有時候躺著休息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我們會說一個人無病身影 他不一定真的無病 而是 他可能有一些身心的狀況 是他自己也不清楚的 然後他 他可能在這個狀況當中 他也自己很困擾 或是他 其實我們在診間 也看過很多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很多的長輩的話 他就會 他可能量到一個血壓高 他就趕快跟家人講說 我血壓高 我快要死 你趕快回來看我 對 很多長輩 對 很多這樣子 因為你都不回來看我 那最主要的部分 他是要有一個掌控 他可能自己本身已經失控 或者是自己夠自卑 沒辦法掌控事情 他覺得唯一的方法 在他的人生裡面 他可以掌控誰 如果你真的愛我的話 我就要能夠掌控你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這個部分 會有一點像恐怖情人的出現 但很多的長輩是 我失去了關愛 所以我想辦法用一種方法 讓你覺得說 我身體出了問題 你趕快來關心我 那有些並不是說 他真正的昏倒 有些是比如說 他換氣過多的時候 你也會檢查不過多 換氣過多 症漏菌也會昏倒 手麻沒有力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只要做一件事 他只要憋氣 憋夠久的話 他就會昏倒了 對 有時候我們大便他用力 他就會做這樣子的動作 大便沒有力 真的耶 真的喔 對啊 家裡面還沒人耶 然後我在醒過來的時候 我已經過三個小時 你有這樣子昏倒過嗎 很用力 我記得要出門 這是真的 但大家不要 已經胡說啦 真的假的 你問博程醫師 大便用力是不是也會昏倒 大便不只會昏倒以外 它還有可能會讓你 所以腦部開過刀的人 我們一定會開軟便劑 千萬不能便祕 尤其是腦部有血管流 或有血管問題的腦部的話 我們一定會給你開血劑 那我們要跟阿本講 他要吃軟便藥 因為阿本說他有血管流 對 有血管流 阿本不在現場 你先不要操心他 對 那剛剛所有的故事真的是 每次看玉琳哥在講 很扯對不對 他都是有學術背景 有學術背景 對 你好厲害喔 你怎麼會有學術背景 故事雖扯 但是是有醫學不根據 我用誇張的掩飾 在傳遞 真實生活是我們的身體 有一個叫交感神經 一個叫副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會讓你血壓上升 充滿能量 要去Fighting 那另外一個叫副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受到刺激的時候 血壓會下降 人會冷靜一點點 那什麼時候會呢 包含大便的時候 我們腸胃的刺激 有人胃不舒服 都會使得 他不是胃痛痛要昏倒 是副交感神經升高了 所以血壓下降了 就昏倒 那可能玉... 這個就很像以前 金鐘道鐵布山 有個罩門 一點就那個 玉琳哥的罩門就在他的肛門 他的身體 承受的時候 他血壓就這樣溫倒 我的罩門就在肛門 對 我金剛不壞 你從各個部位攻擊我 都打不倒我 只有一個東西 你如果這樣 哈 我就倒了 金山高 這個什麼 所以我最怕被敗觀音 我要平衡報導 就是除了玉琳哥的菊花之外 其實像女生的子宮頸 也是類似這樣 我們曾經也有子宮頸受到刺激 它副交感神經上升 也會同樣的情形 所以曾經有做完抹片 站起來還好 一會兒就暈了就倒了 也是有 所以不是他的子宮頸特別敏感 而是他的副交感神經 比較敏感 不過我回到這個無病身影 其實有時候呢 不過我回到這個無病身影 其實有時候呢 每次的身影呢 不是身影啊 無病身影到底會不會有 其實有時候人家是認真的 認為他有病 這叫環境因素的影響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進來說 陳醫師 我這邊 一直壓 一直壓就會痛 壓也會痛嗎 對 壓就會痛 那你知道 我們很多這種病人來 就是想求證他有沒有病 我就只問一個問題 那你不壓會不會痛 不壓當然不會痛啊 那我的答案就是 不會痛 我是真的講句 覺得很扯 我真的是很認真 你可不可以不要壓 我分手了 我想了就難過 那你可以不要想啊 當然我們不能要付錢 因為你必掛號費還是要收 我就委婉說 那你為什麼要一直壓 陳醫師 我跟你講 我第一個想法是說 你是不是身邊有人生病 陳醫師你怎麼會知道 我一個好朋友 你看我才四十歲 我一個好朋友 那我們最後去看他的時候 他就說 就是半年前 一年前 他就是 這邊一直痛 他都覺得沒關係 他去看醫生 醫生 說我在觀察 所以他一直叫所有人 都沒事要壓一壓 他回來就一直壓 一直壓 越壓越痛 我說好 你擔心這個 我們就做個超音波一看 我說裡面好得不得了 唯一的傷痕在哪裡 因為他一直壓 指甲又長 所以那邊有個指甲印在那個 那我看完以後 我就跟他說 請你不要再壓 裡面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嗎 可是陳醫師 人家說癌症會轉移 我委婉地說 你知道轉移這種事情 是同一個人 不同器官 轉到自己的不同器官 叫轉移嗎 他當作 對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也還 他的轉移 他說那不會轉移 那會傳染嗎 答案是會不會傳染 這個基於教學常識 我們還是要提供給大家 要講 有些癌症還是會有 傳染的發生性 我們都一直認為 癌症不會傳染的 沒有 幾種癌 因為它跟病毒感染是有關 像我們子宮頸癌 它是跟人類乳酥瘤病毒有關的 所以它其實的感染是會傳染 但是不會說 比如說他有 今天來碰我就有 不太一樣 不會說林鄉喝酒 我被傳染子宮頸癌了 乳 子宮頸癌 喝酒 不是不會 其實會 其實會 不是 你要看哪一種病 B&I B&I會 B&I如果你 EBV病毒 喝酒會 EBV空氣傳染會 早哥 喝酒會 怎麼會這樣 B&I 沒道理 所以有三種癌 我剛剛就要講 一個是子宮頸癌 第一個叫肝癌 肝癌是傳染 但是血液傳染 因為它跟B HB 那個B型 Hepiditis B 有關 第三個就是B&I 因為B&I跟EBV有關 EBV這種病毒是會傳染 這三種 某個程度 我們認為是跟 病毒有關的 是會傳染的癌症 其他不能傳染 你是那天陪他來看病嗎 我怎麼沒看到你 你怎麼知道他講 會傳染這個事情 沒有 我猜得 我跟你講 我就是看 你看看網路文章還是有一點幫助 就是人類乳突病毒的這個 HPV 癌症對不對 其實我雖然我十五歲了 一般打那個疫苗 大概就35到45 我拖著老麥的身軀 我硬是說我要打人類乳突病毒 那個醫生說 讚 你有嘗試 因為一般的人認為那是女生才要打的 可是男生驗不出來 人類乳突病毒 不好驗 但是要驗也可以驗 但它不精準 但是我打疫苗 這件事沒錯吧 玉琳哥是適合的 因為在男生打除了防菜花 第二個玉琳哥的罩門 是適合的 的罩門 肛門癌是可以預防的 所以對你是有幫助的 還有男性的龜頭癌 口菸癌 這幾個是可以有效感減少的 趙哥 趕快去打 應該不貴吧 打這個 一秒 但是 三季嗎 三季 要打三季 叫什麼 第一季 然後隔兩個月打第二季 然後再隔四個月打第三季 那應該沒問題 很厲害耶 026沒有錯 對啊 除非你一種心情 OK 你負擔得起 OK 對 如果是青少年 十五歲到十八歲之前的話 打兩季就可以 因為你比較年輕 年輕人就不一樣 這十五歲以下的女生對不對 男生女生都是一樣 都是兩季 要十五歲之前 對 你知道那個 那個 咽喉癌 也是人類乳突病毒 那傳染途徑是什麼 像你有一些不當的習慣 不講不當你有沒有 太恩愛啦 如果女性 性伴侶那邊有那個病毒 你不是喜歡XX嗎 你就 你就 成語字子啦 XX這個XX的脖子 這是什麼 陳醫師 我只是用誇張的言字 把他講醫學的道理 所以不會要黏膜 對黏膜才有啦 不要很白 但是其實在美國的那個 有名的藝人叫做麥克達克拉斯 他就是在對外就是這樣子宣稱 因為他的老婆的部分 他喜歡這樣子做 所以才得到了口腔跟咽喉癌 所以他呼籲大家男生也要去做 這個真的是有這樣子 他不是呼籲大家不要XXX 他就呼籲說 如果你真的怕這個部分 那研究部分也是發現 口腔跟咽喉相關的癌 跟HPV也是有相關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的確是美國的藝人麥克達克拉斯 出來去講 反正打疫苗真的沒多少錢 去哪裡打 去找佳醫科 國城醫師也有 都有 那個保仁醫師也有 對啊 婦產科 佳醫科 泌尿科 都可以打啦 小兒科 對 OK 來